弟弟很淡定 來這邊踢一下好不好 來這邊踢一下 哈囉大家好 我是吉腿 今天來到 Prank的時間 Prank狗狗的時間 枕狗 沒錯 那為什麼今天又是枕狗呢 因為枕狗等於最高啊 但是 當然是以 不傷害狗為主啊 要以 烏山大雅為主 然後這也是我跟秀弟弟的一個 相處方式 相處模式 相信他們應該也很喜歡吧 有吧 好 那所以呢 今天我要怎麼枕秀弟弟呢 今天我要 欸 我要用手機枕狗狗 手機要怎麼枕狗狗呢 就是這個 這個是一個 電動剃刀的一個程式 今天我要怎麼枕狗呢 那我今天就是會用 手機的APP 剃刀 然後 夾裝 剃秀弟的毛 然後看他們會有什麼反應 我忘記給大家看一下 他就是按一下 會有聲音 然後我剛剛發現一件事情 有東西靠近這裡的話 就是 真的在剃的那個聲音 就是大家看會怎樣 罵你 SKYO 來囉 來囉 秀弟現在在這裡 耶 現在馬上用 弟弟要去試試看吧 我怕秀弟等一下會暴怒耶 會不會 我覺得他暴氣的幾乎大概是 95% 我覺得是100% 那我們現在 一個先來試試看 是弟弟好了 弟弟可能比較不會怎樣 來囉 笑有反應 完了完了 弟弟來剃毛好不好 他剃 跑掉 就來剃毛好不好 剃毛好不好 他生氣了啦 剃毛 剃毛 剃毛好不好 有點淡定 來這邊剃一下好不好 這邊剃一下 剃一下 剃一下毛齁 弟弟好棒 先來剃毛好不好 快剃毛好不好 我覺得他會咬我 西柔這樣有點不爽 剃毛好不好 好 西柔會怕還比較好了 就棒 西柔我們很好好不好 我手手 耶 影片結束了 欸那有主人在怕自己的狗 沒有啦 他如果害怕就不要去弄他了 剛剛這樣看來是 弟弟應該是 可能知道這假的 可能沒感覺 弟弟太聰明了 對 然後西柔可能 對提到的聲音比較敏感 所以他還是會 有點害怕 所以他害怕頭就不要再去玩他了 蛤 所以他害怕頭就不要再去玩他了 所以他害怕頭就不要再去玩他了 好啦那就大家如果想要玩的話 也要記得 這個狗狗的感受 測試算成功 耶 好 那影片差不多到這邊了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youtube頻道 那喜歡可以按讚留言分享 別忘記開小鈴鐺喔 那心目太有通知 好 我是西柔拜 耶 我這樣好像業配喔 對啊 這個不是業配 今天來剪個頭髮好了 這邊剛好有剃到的 剪個頭髮好了 這邊剛好有剃到的 剪個頭髮好了 那可以自己剪啊 好方便喔 欸這不錯耶 洗頭髮哈 哈哈 哈哈